大家好,我是鬼叔 2024年6月,一位网友发布了一个诡异的帖子 他回忆起11岁的时候在安徽邦步的农村发生的真实事件 当时他和父亲回家乡参加亲人葬礼仪式 然而在遗体接回来以后,却发生了一些难以解释的事情 远远地看见旧房子门口,趴着个人 蜡烛无缘无故,全部熄灭 尸体上的白布突然消失 陪葬品被偷 种种怪异现象是楼主精神错乱 还是说真的发生了无法解释的怪事呢 楼主表示,这件事时隔多年 想起来仍旧毛骨悚然 注意,本故事含有令人不安的成分 请谨慎观看 楼主说,这件事情他也是成年以后才得知了事情的全貌 那时他11岁 事情发生在安徽邦步的农村 当时是夏季,7月份 父亲从苏州坐车 一路前往安徽邦步的叔叔家参加葬礼 因为叔叔是做一些贸易生意的 所以经常外出,四处跑 婶婶就一个人在家做饭看孩子 不知怎么就患了病 楼主的婶婶患了胃癌 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 当时叔叔全家都决定放弃治疗 婶婶也是这样决定的 回家后没几天人就走了 楼主说,他和父亲赶到的时候 婶婶已经去世了 在当时叔叔他们那里有个习俗 人死后停尸三天,再火化入土 据说,这是给逝者留念人间的最后时间 也是为了防止假死的可能 于是,楼主跟着父亲、叔叔一伙人 去把婶婶的遗体接回家里 楼主说,叔叔在村子里有两个房子 一个新房是两年半前盖的 一个旧房子在村子东边 这个旧房子基本上就是存放杂物 因为在村子的边缘 周围全是树和土丘 一户人家都没有 所以才去盖了新房 叔叔就决定把婶婶的灵堂 设在这个旧房子的堂屋里 其实也很简单 楼主记得就是在堂屋里搭建个板子 把遗体放在上面盖上布 然后在西边的位置摆个桌子 放上香炉和一些供品 和一个写着逝者名字的牌位 还有陪葬品首饰什么的 灵堂搭建三天 需要有至少两个人首夜三天 他们管这叫守婚 而且必须要找属鸡的 也就是常说的守灵 恰巧,当时村子落后 村里的年轻一辈 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了 留下的都是些妇女和老人 以及为数不多的中年人 属鸡的要么没有 要么就是年龄太大 熬不了夜 楼主的叔叔 有两个女儿 也都不属鸡 况且两个姑娘当时也就十一二岁 胆子小 楼主刚好属鸡 没办法 只能让楼主来充当其中 然而叔叔跑了 相距不太远的隔壁村 找了一个属鸡的大叔过来 据说 好像是楼主叔叔的 一个生意上的合伙人 在当时守灵很枯燥的 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而且就两个人 还是一大一小 聊也聊不到一起去 那个大叔就拿着烟发呆 楼主就拿着本故事书看 这个大叔每天都是半夜十二点 或者一点多 趁楼主睡着 偷偷跑出去 他以为楼主睡着了 其实没有 楼主都看着呢 大叔肯定是 偷偷跑回家睡觉去了 然后第二天 一大早跑回来 他一走 楼主就一个人 很无聊地看着书 前两天 相安无事 直到第三天 第三天下午 七点多到快八点 天也快黑了 当时还开始下起了小雨 楼主吃完饭 就跟着那个大叔 来到灵堂 灵堂内 陈设议很普通 就是一些白色的装饰物 花圈什么的 然后放了很多白色 很粗很粗的白蜡烛 因为当时村里 也刚通电没多久 加上这个旧房子 离村子远 也就没通 所以晚上就是点蜡烛 其实也挺亮的 到了晚上 大概十一点多的样子 楼主发现 那个叔叔 时不时地朝他看看 楼主就知道 他又想跑了 索性就随便他 毕竟和一个陌生人 在一起坐着 也挺尴尬的 楼主就装睡 眼睛眯着 果然没一会儿 他看楼主好像没动静 就站起来 在灵堂里 左转右转 确认楼主睡着后 就一流烟跑了 楼主也很无聊 在灵堂里转了起来 外面下着雨 时不时又风吹进来 屋里的烛火 被吹得一晃一晃 走着走着 楼主看见 桌子上的水果点心 就馋了 再加上 他晚饭也没怎么吃饱 当时小也不懂什么忌讳 规矩 就跑过去拿了个大苹果去看 这个放贡品的桌子 就在楼主 沈身的遗体 头部的正前方 正队的墙上 还挂着一个 款式很老的摆钟 一摇一摇的 反正 每天晚上十二点会响 声音还很大 楼主看了几眼 也不认得时间 就转头边吃边看看 沈身的遗体 因为盖着布也看不清 再加上 楼主当时才十一岁 也不知道什么害怕 心里没有概念 就坐沈身的遗体旁边 吃了起来 小孩子呀 也没个量 吃了三个苹果 和好几个月饼才满意 吃完就抱着故事书 继续看起来 看了没一会儿 就想上厕所了 苹果吃多了 楼主走到了门口 外面还下着雨 黑漆漆的 因为这边没有电 也没露灯 黑得很 此时楼主想起来 父亲说 守灵的蜡烛 不能灭 好像是不吉利的意思 楼主立马回头看了看 蜡烛还有很多 才烧了一半 不会灭 就跑出去 找地方上厕所去了 上完厕所 楼主又摸黑往回走 走着走着 就感觉不对劲了 因为走了这一会儿 应该已经 快到屋子门口了 怎么还是黑漆漆的 屋子里有蜡烛 光不应该在外面 一点也看不见 楼主摸着墙 一点一点地走 然后就摸到了门框 往里一瞧 顿时就傻眼了 原本亮着的 七八个蜡烛 全部熄灭 楼主站门口 看着多少也有点害怕 但这大晚上的 也没其他的地方去 就咬着牙进去 楼主记得 他坐的地方 板凳旁边 放了个打火机 刚好那边有个蜡烛 就去蹲地上摸过去 没一会儿 摸到板凳了 但半天都没找到 打火机 正纳闷 突然一摸口袋 楼主发现 打火机 就在自己的口袋里 他拿出打火机 转身摸到蜡烛 可摸到蜡烛的一瞬间 便疑惑地发现 蜡烛上 有一个很大的凹痕 楼主不知道那是什么 没想太多 就准备点燃 但是打了半天 结果根本打不着火 楼主就有点着急 害怕了 不知道 是不是在外面 淋了雨的原因 打火机 一直打不着火 正当他着急 打火的时候 突然 屋里传来了 咚的一声巨响 把楼主吓得 直接如同触电般地 在地上打颤 眼泪止不住地打转 缓过身来 发现原来是墙上的摆钟 那看来应该是十二点了 哆嗦地站起来 继续去点蜡烛 这次倒是点燃了 点燃后 楼主惊恐地发现 蜡烛少了大大的一块 看上去像是被什么东西 狠狠地咬了一口一样 他直接愣了身 但看到了烛光亮起 心里也没那么害怕了 安慰自己 没什么事情 楼主转头想去点另一根 在婶婶的遗体旁边 刚转过头就再次傻了眼 因为 看着本来应该放着 婶婶遗体的地方 只有空空的一个木板 连白布也不见了 楼主当时脑袋一片空白 不知道该怎么办 愣了好一会儿 决定先把蜡烛点燃再说 走过去把蜡烛点上 突然余光瞥见了一抹白色 一扭头看过去 在不远处的地上 扔着一块白布 楼主认出来 那是盖她婶婶的白布 如此诡异现象 此时的楼主也有些害怕了 犹豫了一会儿 大着胆子去捡白布 毕竟是楼主的婶婶 应该不会害她 楼主走得非常慢 非常小心 点着脚前走 边走脑子不自觉地 想起父母讲的那些鬼故事 决定如果待会儿有什么动静 立马撒腿就跑 直到走到白布面前 什么也没发生 这让精神高度紧张的楼主 松了口气 可弯腰去捡起布 刚准备起身 就发现了异常 借着身后微弱的灼光 楼主看见 白布的旁边有一连串泥脚印 刚看到还没反应过来 看了一会儿 立马汗毛倒立 因为这个脚印 明显比楼主的大 而且楼主突然想起来 大叔也都穿着血 这个问题喜思极恐了起来 这个光脚的泥脚印 是谁的 楼主慌忙起身 准备离开 可是刚一抬头 就看到了毛骨悚然的一幕 只看到 面前不远处 站着一道身影 纤细 高调 一双看不太清的眼睛 和楼主对视 只是刹那间 一股极为强烈的压迫感 突然由心而发 楼主整个人呼吸短促 只是短短几秒 便感觉头脑发胀 随后 眼尖一黑 没了知觉 当楼主再次醒来 已经出现在了 医院的病床上 模糊地睁开眼 就看到了父亲 站在一旁 很是焦急 之后 楼主就把当晚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 告诉了父亲和叔叔 好奇的楼主 问父亲后来发生了什么 他一直不肯说 直到多年以后 楼主长大了 才告诉了他后续 原来 当晚 楼主父亲 内心一直坠坠不安 一晚上没睡好 第二天一大早 就拉着叔叔 来找楼主 因为是守灵的最后一天 灵堂就要拆了 所以 叔叔就叫了一些 能干活的大叔们 一起过来 父亲说 他们远远地就看到 旧房子门口 爬着个人 一群人 瞬间慌了 急忙跑上前一看 是叔叔去隔壁村 找的那个大叔 他趴在地上 浑身无情 嘴巴里 塞着一团白色的东西 混杂着血污 仔细看发现 竟然是蜡烛 一群人面色铁青 没人敢继续上前 楼主的父亲 在门口大声地 喊了半天 没人应 于是 也急了 顾不了那么多 顺手从一个大叔的手里 拿了根棍子 就进屋了 看见他进去 叔叔也硬着头皮进去了 据楼主父亲回忆 一进屋子 他就看见 楼主躺在地上 旁边 就是婶婶的遗体 婶婶的手 就放在了楼主的身上 父亲也不敢靠近 就拿着棍子 给楼主扒了过来 到手里就发现 楼主身上冰凉 不过好在 还有呼吸心跳 于是 就赶紧送了医院 因为闹了人命 也没人敢耽搁 随后就立马报了警 经过调查 还惊奇地发现 叔叔在隔壁村 找来的那个大叔 身上竟然还揣着 婶婶的陪葬 首饰项链什么的 原来 他每天偷跑回去 是偷偷拿 婶婶的陪葬品 楼主表示 后续调查 不得而知 叔叔和父亲 都被叫去问了话 至于内容 也是不得而知 那么你觉得 隔壁村的那个大叔 为什么会偷吃蜡烛呢 而婶婶遗体的手 又为什么会放在 楼主的身上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本期结束 喜欢的小伙伴 欢迎点赞关注 下期不见 不散 请不吝点赞关注